明天登场 双方聚焦中美贸易问题 而安倍晋三也邀请习近平明年春天访日本 并且提到了近来备受关注的香港一国两制 维持自由和繁荣发展的重要性 据团体峰会在日本大阪登场 东道主首相安倍晋三热情欢迎各国领袖到访 27号晚间也先和习近平展开双边会谈 双方一共达成了十点共识 中日关系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来年の桜の桜に 習近平席を国賓として日本にお迎えをし 日中官邸を次の高みに引き上げていきたい 西安双方相谈甚欢 习近平原则上也接受安倍的邀请 明年春天再度访日 而会谈中安倍也提及该维持香港一国两制 以及自由开放发展的重要性 至于安倍晋三也和川普进行会谈 两人歼命前走进会场 看起来互动不错 但合照时却出现尴尬小插曲 安倍先是伸出首要握手 但东张希望的川普第一时间没注意到 还有安倍即刻提醒 双方却才灭对镜头 微笑握手 其实川普这回出席区团体峰会 最受瞩目的就是要和习近平见面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 习近平计划先提出了三大要求 来解决中美贸易战的纷争 除了要求撤销华尉禁令 以及所有惩罚性关税之外 同时也不得再要求 大陆向美国购买更多产品 而就在集团里峰会举行前 发现有73岁老翁打公共电话 给市政府 宣传要在峰会期间装设炸弹 幸好老翁已经遭到警方逮捕 记者最后报道 台中五七在清泉五点多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